主席好有請高署長 有請高署長 委員好 署長好 今天就是站在這邊 其實應該是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以來 第一次覺得有一個部會是需要我非常嚴肅的 要來這邊去跟你們做一些指導 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想署長也記得 我們其實立法院在兩個星期 差不多兩到三個星期內 我們把紓困的條例跟紓困的預算 都順利的在我們指定的時間內 能夠去做到三讀 但是在這個部分 確實體育署在這裡面的角色是完全的沒有 那現在其實你看到我們前面所有的委員 都提到了一個問題 23億的徵型抵用券 沒有體育署的角色 我們在600億的這些紓困預算裡面 也沒有看到教育部體育署有任何的角色 這個我相信體育署是真的 我覺得螺絲非常的鬆 所以在這裡要先提出一個非常嚴厲的一個警告 那再來的話我們先來看這個最簡單的問題就是 目前看到很多國際的這些體育賽事 包含NBA或者MLB其實都已經停賽了 所以剛剛張廖委員也有提到了 像這些國際賽事的停辦呢 其實運動彩券的這個產業呢 其實他們是完全沒有這些賽事的標的可以下注 那我在這個標的下注這邊呢 其實我也聽到很多運財的投注者 其實他們也開玩笑 他們就說 是不是我們接下來要投注的是這些賽事什麼時候開始開賽 所以這些事情呢 其實我覺得體育署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從疫情開始爆發 然後紓困的預算跟條例通過以來 體育署完全沒有針對運財的業者 他們的一些紓困或者他們的狀況 去做任何的說明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我覺得蠻失職的地方 那運財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拿到了這一本業務報告 好這本業務報告裡面呢 我也覺得非常誇張的是呢 其實運動產業紓困及振興方案 它的這個內容啊 篇幅就只有短短的兩個 A4的page 而且這還不含航劇非常的寬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令人無法理解的狀況 因為3月18號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產業的座談會 體育署也有派員來參加 當下呢 我們其實已經把題目都告訴這些國會聯絡人 還有我們的這些部會的組長處長 他們也承諾我們要回去給體育署 在禮拜一的這個業務報告裡面 好好的發揮 結果你們發揮的結果竟然是兩頁的A4 所以這個我當然我已經覺得就是第一次感覺到 有感覺到這種憤怒的情緒在這邊 所以希望體育署真的要把螺絲好好的酸緊 那所以我們看到就是包含像運彩的這個 我們的經銷商商業同業工會理事長 何理事長 我相信他不是只有找我這一位委員來承清 他可能很多委員 包括張廖萬間委員 我相信他也承清了 他們非常的激動 激動的點在於什麼 激動的點在於我們運動產業的這些 這些業者呢 其實他們有90%的盈餘 其實是撥給我們的運動發展基金 那我們在上禮拜就從媒體有聽到說 其實我們已經有剝裂一些運動發展基金 要移來做紓困 那這時候他們又很遺憾的看到紓困裡面 並沒有他們的角色 我還是一樣重新再翻了一下你們的業務報告 運動彩券業者呢 被放在了所謂的疫情中紓困措施的 第二項跟第三項 分別是經濟部跟財政部 那你知道經濟部跟財政部 它是屬於一般業者的紓困 所以運動彩券的經銷商 它是被放在適用對象不限產業類別裡面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今天貢獻了90%的盈餘 到我們的運動發展基金 今天運動發展基金要來做以緩計 及作為我們的紓困的用途 結果卻沒有他們的角色 我相信這是對他們來講蠻不公平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再看到右邊是你們今天的業務報告 運動彩券發行在疫情後的振興裡面 還有即刻展開裡面 運動彩券第一個問題 新增投注賽事 電競賽事 中南美非洲中東的足球賽事 第一個這些賽事可能平常根本連轉播都沒有 沒有轉播那這些投注者要怎麼去投注 他們怎麼會有興趣想要去投注 電競賽事跟運動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會關注電競的人跟運動的人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族群 所以你今天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訓練我們的投注者的習慣 或者是去幫助這些投注站的業者 他們去紓困 我覺得這是一個你們需要好好從常記憶的事情 再來第二個你看到人才培育 補助辦理運動彩券 有通過的一些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那他們跟體育署反應 我相信可能應該也有透過一些管道去反應 但是還是求助我們 所以最後就跑來跟我們這些委員陳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體育署第一件事情是 運財產業他們為什麼這麼積極的在找我們立法委員陳情 我相信體育署你們應該要好好正視這個問題 所以呢在這邊我想先就是請署長這邊先來回覆一下 你們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比較具體 而且是比較高效的措施 能夠幫助運財業者去紓困 請簡單回答就可以了 針對運動彩券經銷商 我們部長指示 我們在準備機裡面準備先動之7億 那除了剛才提到就要增加國際上這些客觀公開透明的運動賽事之外 那也要把這個獎金的提供率要突破78%的上限 現在重點不是獎金的提供率 重點是說這些賽事第一個不符合這些運動投注玩家他們的想法 那第二個是說你剛剛講的7億 我還是沒有在這一本上面看到7億這個數字出現在哪裡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們好像連寫作文都會有一點問題 比如說這個10億剛剛一直有提到10億元 10億元是在疫情中的紓困的第一條這一點 那請問一下其他的部分是7億是不是 還是哪個部分是7億我看不到啊 就是運動彩券這個發行的部分 他要用動用的錢是責任準備金 裡面現有的錢裡面要拿部分出來 那其中這部分就是7億的動用 好那我就會覺得希望主席 就是我們以後在拿到體育署的業務報告的時候呢 他們好像會有很多東西都沒有寫在上面寫得很清楚 那這個我相信可能以後你們在準備業務報告的時候要把這些細項要寫出來 不然我們立法院怎麼監督 你給我一堆這個兩頁的文字都是在寫一些比較空的東西 那7億在哪裡你告訴我啊都看不到啊 所以這個我們沒有辦法行監督之責啊好不好 所以這個麻煩一下就是可以什麼時候把我們的這個細項的明目 可以7億哪裡來的然後要用在哪裡 運彩到底是補助在哪裡 你剛剛說是補助在這個中獎的金額的提高 還是你要補助他賽事所以讓運彩業者有賽事可以投注 請麻煩把他詳細的說明出來 好我希望不要再收到運彩業者這麼多求助無門的哭訴啦 看了也蠻難過的 好再來這一個是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 3月18號我想請問一下署長喔 你3月18號有沒有收到你們署內任何一位主管 回來跟你報告說我們有收到這個座談會上很多業者的陳情 這個報告我有看過 有看過好那我現在跟你說就是 這裡面呢寫說運用3億元的體育發展基金 這是他寫的就是當下你們的那個國會聯絡 還有就是你們的組長說的 那現在好先不說3億元最後變成10億元 這個數字上的一個很吊詭的狀況 我們今天當天喔我們其實給了三個題目 這三個題目就是署長你知道其實我們考試的時候 如果有人洩題給你 你應該會很認真的準備嘛 更何況我們今天洩題是讓你回家做練習喔 你回家把考試的答案寫好 結果你寫回來還是這樣 好那我先問你我那天問的沒有問到的問題 第一個盤點產業受創程度的優先順序 我們今天在所有的這些運動產業裡面 不是每一個運動產業它的受創程度都是非常高 有一些很高有一些很低 所以當天其實我就有提到希望體育署可以針對運動產業做一個盤點 我們今天經濟部他在做製造業的這個紓困的時候他也會去盤點製造業哪一些產業別 食化業比較嚴重工具機業比較嚴重 就是10億元10億元夠不夠 一個是你到底是哪些產業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回答我意思是說我們擠一擠大概就是20億 然後其中10億先以緩計幾 我剛剛在下面聽的狀況是這樣嗎 那我想要問你的是說那產業受創程度到底誰重誰輕 還有他們整個加起來我到底應該是多少錢才夠 我要問的是源頭的問題 是在3月份呢當然受創最快速的就是運動彩券經銷商 那接著呢就是一直持續受到影響 運動的這個場館業者 還有運動賽事 像中華職棒 這個是受到影響 在3月份裡面目前最大的 不好意思時間不夠啦 我希望你不要在這邊就是直接署長 直接在這邊跟我用 好像我覺得是怎麼樣第一第二 請把它畫成文字 我們今天要有文字要有列表 我們才有辦法監督 不然你跟我講說第一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第三個是什麼 那你的比重又是多少 這個麻煩請 一個禮拜之內一定要一定要 因為我們承載的是這些所有產業 他們也是在3月18號當天 跟我們坐在那邊也是提出了這些民意的訴求 可是我們卻沒有回應他 我覺得我自己也很慚愧 3月18號答應他們 結果今天還是沒看到 好第二個 抵用券的使用方式 這個是3月3號我在總質詢 行政院總質詢院會的時候 我跟蘇貞昌院長提到的 當時我們拿到的紓困預算裡面 有包含圓明會客委會經濟部 各種不同的出各式其招 一個卷 結果這麼多種使用方式 這裡面還不包含一文抵用券 結果今天我們看到的 又是來了個運動抵用券 運動抵用券每個人200元好 剛剛署長有聽到說 我們是150萬人次 然後也講不清楚說到底哪一些國民 哪一些幸運的150萬位的國民 可以取得這個200元的運動抵用券 所以這個我希望體育署一樣 你們今天到底怎麼發這個券 會不會又變成是整個國家 有好多種不同的券 然後呢你的這個券該怎麼用 我跟你講200元喔 如果你講職棒你要補助職棒的賽事的話 你只能去做平日的外野看台區 你其實也沒辦法去做到前面 所以200元可能游泳可以游兩次 但是運動賽事如果是職棒的話 你可能只能坐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你們要好好去思考 而不是就寫了一句話 寫運動消費抵用每人200元就結束了 就是作文也寫好一點 讓我們看到說為什麼今天是200 到底怎麼用 到底是電子券還是實體券 如果說今天是實體券 你的消費的方式有的80 有的50 有的100元借球拍 那你怎麼處理 這個會走電子券 它不是一個消費券 而是抵用方案 基本上我們會用這個支付的平台 讓業者登陸之後 讓我們的國民取得這個抵用方案 然後去用台灣pay的方式來執行 好 那一週內麻煩這些事情都要講清楚 不然我們真的回去 跟這些成型的產業 我們真的很難交代啊 拜託一下署長 謝謝 謝謝高宏安委員 謝謝 謝謝高署長 WoFl 谢谢大家